988新闻线 私人医协说 这个阿斯利康接种成功 应该开放选择疫苗 凯利指出 未制造业等等领域接种疫苗 是还没有开始 禁止运动休闲惹出争议 清体部长就说 会重新提成建议 四字头 今天新增4498宗确诊病例 创三个月来的新高 有增加22人死亡 是的 深呼吸哈 来 没错 今天我们的单日确诊病例 破4000宗 今天是新增4498宗 冠病确诊病例 累计的病例是达到 432425宗 也就是说 我们从42万 去到43万的总病例 是花了短短4天的时间 再来看病例分布方面 雪兰俄州依然是 最多新增病例的 是增加了1424宗 那排在第二的是 沙拉月750宗 吉隆坡第三有436宗 其他新病例增加 三位数的也包括了 像柔佛州有327宗 槟城313宗 吉兰丹是297宗 吉兰是209宗 泽美兰188宗 沙巴153宗 霹雳148宗 这个名单我再说下去 就快没气了 对越来越长 从之前我念三个 现在已经去到好像是9个了 那另外呢 今天有22宗的死亡病例 这也是国内至今为止呢 第四高的单日冠病死亡数字 是值得大家很 就是好好要去关注一下的 所以就看到政府呢 在不同的地区就实行了MCO 然后就是陆续推出啊 更新SOP 其中一项就是禁止MCO地区的民众运动 还有进行休闲活动的这个指示 不过这个指示 现在可能会出现变数 清体部长里长马利肯他说啊 将会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 在国家安全理事会那边 去提成一个更适合的建议 这项禁令其实是在昨天晚上发布的 根据清体部昨天发出的文告 该部前天跟国家安全理事会的委员会 开会时就提出了一些建议 就决定说要暂停运动休闲活动 也就是说今天开始落实的MCO地区呢 就会禁止任何运动休闲 包括了一般场所啊 商业场所或是设施 以及公共设施 还有就是开放区域 这些地方都不能够进行休闲 还有运动 只有获得清体部特别许可 才可以进行运动的 不过呢 属于国家体育理事会 或是各州体育理事会的训练中心 用于封闭式集中训练的 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那之后呢 青年级体育部的副部长 旺阿默法医沙 他有强调 MCO地区是全面禁止运动和休闲活动 包括了跑步 骑脚踏车等等 这个之后呢 大家就开始 啊原来这个都不能吗 原来有这样的措施 之前都是可以的嘛 尤其是户外啊 设计个人而已的那个情况 那但是呢 这样子的一个禁令发出之后啊 马上就引发争议 那其中呢 青体部的前部长赛沙迪就说 记录曾经显示 国内冠病感染群的源头 有多达48.06%的病例 是跟制造业领域 还有这个工厂是有关的 为什么这次的MCO 却要惩罚体育活动呢 他在部落格贴文说 就质问青体部的副部长 旺阿默法医沙 就问他说 你知不知道 在户外足球场 或是休闲区的这个感染率 要比室内空间低18倍的 那赛沙迪还说 为什么之前落实MCO2.0的时候 你又允许人民可以跑步休闲 那现在突然间又禁止了呢 另外行动党万一区 国会议员王建民也认为 不成不应该在实施MCO的地区 全面禁止户外运动和休闲活动 他建议在禁止户外和休闲活动之前呢 应该利用动态热点识别系统 来掌握热点的数据 去遏制新的感染群 就是要用心的技术 去遏制新感染群 那国会下议院副议长 阿莎丽娜就更直说 阻止人民进行 有益升星的低风险活动呢 会跟政府预期的目标 是起到一个相反作用的 他在推特那边就说到 如果接种疫苗的人 是不可以进行一些常态的活动 是没办法激励其他人去接种的 这当中就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那一连串的这样子的 反对的声音出现之后 不过青体部那边就讲 会再去提成一个 比较适合的建议了 那由于国内的疫情相当严重 多个地区就是陆陆续续开始了MCO 今天就是吉隆坡开始也是在MCO了 但是有关于跨州跨线工作的 这些问题 我相信有一些人还是觉得 不太肯定有点模糊的 所以看到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就发文告说 落实MCO地区的民众 只是需要拥有通行证 或是雇主的信件 你们都可以去跨州 还有跨线上班 那另外这一次的行管令 政府只是允许管理层 30%的员工回到办公室 至于非管理层就没有限制 那所有的防疫SOP 其实你都可以去浏览 www.mkm.gov.my这里去看到的 如果还是有不明白的地方 就可以通过推特发送信息 去跟贸工部那边联系的 另外贸销部长阿利山大就有强调 其实政府目前 日前就允许行动管制令 MCO地区38项商业活动运作 是一项正确的决定 他说可能有一些人认为 像金店 家具店等等的商店 不是重要服务领域 但在这些领域服务的人 其实都要靠这份工作养家活口 他说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他们要怎么生活呢 不过他也有警告 如果有商家不遵守SOP 或者是遵守的程度不达标 贸销部会毫不犹豫就采取行动 包括像国家安全理事会建议 禁止这些行业在MCO期间运作的 所以一切还是要回归到 商家回归到我们人民自己去 如果你不遵守SOP 当那个地方出现疫情的话 随时可能你连这些服务 都没办法享有了 好 今天现在播就来问你 私人医院协会有建议 开放让公众选择 要施打的疫苗品牌 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呢 好 给出了两个选项 你觉得认同的话 可以点选love 我们这个选项是认同 自由选择可以加速疫苗接种 那如果你觉得不认同 因为担心影响疫苗的分配 可以点选set 欢迎去到988的官方Facebook 那边投下你的选择 在下一段回来呢 我们就会跟你关注 关于疫苗的部分 而且呢是有个小专题 访问了已经接种了 阿斯利康疫苗的人序 还有就是医生的 是的 守着988新闻线 现在听到吗 现在听到现在有声音 好 这样子是听到的吗 现在只是听到 他们现在听到 他们现在听到的 听到那就好 我们今天有点手忙脚乱 因为等下很忙碌 很紧张 有没有觉得我今天 装特别浓 我也是有一点点啦 纯色特别 等下还要继续 就我们入场之前 你又知道 到时你看你知道 我们紧接着 现在已经是7点多 等下8点就是下场的live 我们就直接下场 他就赶在那个中间的时间 看他上厕所应该都没有时间了 他还没有找完自己 好 你不要把我的 这个接下来会做的东西 都讲完了 因为我们今天 又要赶新闻 而且我们新闻是偏迟一点时间 没办法提早 就是去到这个 我们的这个设路场所 就是去准备嘛 所以我们等一下很赶了很赶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这样赶 我们好像没有说 那重点就是等一下8点钟 我们有一个线上的台庆夜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 庆祝九博八人25岁生日 是 然后我们就是一连串 一直跨到去晚上的 从8点开始 你算好了 对对对 对对对 对我们就一直 会有这样 要跨去5月8号的这个活动 就是等一下8点一直跨到12点吧 我不懂几点 流程我也不是很记得 但是呢 我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就负着紧张 负着扮美就好了 对 我记得一件事情 等一下会有很多礼物 会送给大家 这个肯定是没有错的啦 所以你一定要守着等下8点钟 这个 球博八的live 还有就是 你要记得share 对 因为好像要share了 才可以参与那个游戏 大家 OK 好 这时候我们跑去你一下 因为我们要处理一些技术的东西 我这里mine还可以继续讲话吗 还是你会 OK 然后这个时间后就已经 OK 那我继续聊天 他们听到了吗 听到吗 听到吗 那我继续聊 记住问题那边去处理 OKOK Shit 反正是我觉得 988好像很久 没有办一个这么大型的活动 大肆庆祝 对上一次 好 我记不得了 因为之前我们有个颁奖典礼的 全球颁奖典礼 也算是很大型的 然后呢最近你知道有疫情啊 有什么啊 很像 就是没有 感觉有点充喜的感觉 对对对 而且25周年啊 意义非凡 哎呀 反正你现在开始在看新闻线嘛 那之后你这一个988的 你这个手机或者是你的 那个平板电脑也好 电脑也好 就充好电 然后你就继续 不需要关了 一直这样子待下去 看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live 没错 哎 我们要回来了 我们要回来了 对对对 还有十秒哦 来来来 988新闻线 欢迎回来 988新闻线 你好我是冠贤 你好我是湘君 988新闻线 让你紧贴时事不断线 那这个疫苗是 哇从这几个月啊 应该是两三个月前 大家热烈讨论 热烈期待的事情 马来西亚终于已经开跑 这个疫苗接种了嘛 现在我们有三个疫苗 在接种了 是 然后之前凯里 就是我们科学工艺 及革新部长 他有说过一件事情的 就是为制造业核相关领域 接种疫苗的措施 但今天他有澄清了 这个措施是还没有开始的 因为呢 大马厂商联合会 日前就发布一个信息 就说冠病疫苗呢 就会给这个制造业 和相关服务了 凯里现在有解释 其实这个为大型工业区 或者是工厂提供的 疫苗接种 确实是可以直接 为工厂的员工接种疫苗 但大前提是 要到第三阶段 有足够的疫苗情况下 才能够进行 他想调这项计划是透过 公共和私人合作的 一个情况下进行 那厂方呢 就是付费在工厂 设立一个疫苗接种中心 政府呢就会在这个 国家冠病免疫计划下 提供免费的疫苗 就是方便这些工人 直接在工厂 就可以接种疫苗了 那疫苗供应的部分呢 其实就去由政府 那边好好协调 国内最近有很多人 关注的就是 阿斯利康冠病疫苗的接种 因为今天是第三天了 就把新闻线这里 也是找到了其中一位 昨天刚刚接种 第一剂阿斯利康疫苗的民众 他其实是一名 新闻从业员 温俊卿 就来听听 他为什么会选择登记 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还有就是注射之后 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什么反应 其实一开始 也没有说就指定 想要打阿斯利康了 因为在我身边出现的 都是很多碎片式的新闻 他们都说阿斯利康不好 所以其实说 我的心目中的顺位 可能就是 辉瑞科兴才到阿斯利康 一直到星期天那天 系统开放前 我才认真的去做了一些 功课和资料 虽然说阿斯利康的血酸风险 是0.0004 可是对比感染病毒的几率 低了很多 所以我就选择了第二天 尤其是昨天 其实从扫码到填写表格 咨询 再到把针拔出来 只需要应该不到五分钟吧 比较耗时的可能就是那半小时的等候 因为要观察你施打后的身体反应 现在是星期五早上八点 我目前是没有出现施打后的症状 比如说头痛啊 还是不舒服啊 还是怎么样 现在倒是那个插针的那个手臂 就开始酸痛 如果按照卫生部建议的话 我接种者 应该尽可能透过这个 MySJATRA的APP 去描述症状 让政府收集数据 这个就是自愿去接种 阿斯利康疫苗其中一位民众 他叫俊青 谢谢他的跟我们分享 而这一个计划 确实是大受欢迎的 那时候呢 在开放登记三个小时半 就一扫而空 26万个的预约爆满了 那其实这个现象 跟之前看到网民非常担心 阿斯利康疫苗副作用 有很大的一个出入 因为那时候网民是 很排斥这款疫苗的 对 我也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对 不然现在考虑 要不要的时候就已经完了 对 然后今天我们其实也连线到了 家庭医生 吴亦品医生 来跟我们分析这个现象 新闻连线 吴医生 我们现在想了解一下 虽然就是我们看到之前 有那个阿斯利康疫苗 这个负面报道 就引发了网民好像很担忧 但是呢 这个自愿登记的反应 却非常的踊跃 你认为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基本上网民担忧 这个阿斯利康疫苗 主要是因为它之前的负面新闻 很多负面新闻就包括了 这个血栓的问题 所以血栓的问题 基本上这个欧洲的 这个医药管理局 他们已经是证实 就是即便是有这个 非常罕见的副作用 可是整体而言 它的效益还是比它的风险高 这个是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马来西亚现阶段 我们登记这一个接种疫苗 我们需要透过Misejetra 或者透过这个上网来登记 可是登记过后呢 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接种疫苗 完全没有办法查出 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 可以接种疫苗 所以很多人就引领谈判 一直在等等等 然后你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日期 所以就造成有一些人 他其实是想接种疫苗的 可是却没有办法 很快的接种疫苗 所以当政府就是开放 让这个阿斯利康的这个疫苗 可以让公众自由的 去登记接种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很多人 都很踊跃的去登记的 关于这个自愿接种 阿斯利康疫苗 我们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你觉得开放让民众 去自愿登记和选择 他们所要的这种疫苗种类 这种情况有哪些优点 或者是有哪些缺点吗 因为其实很多国家 也是有让民众去选择 自己想要接种疫苗的种类 对吧 对 打个比方新加坡 新加坡现阶段为止 是有两种疫苗 一个是莫德纳 另外一个是辉瑞疫苗 他们都能够允许 他们的人民去选择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 假如政府能够开放 让民众就是自行去登记 就是选择他们要接种 疫苗种类的话 其实会有助于提高人民 愿意接种的意愿 也可以提高人民 就是登记接种的 这个百分比这个巴仙率 最主要是为什么 因为有一部分的人民 他们其实是想接种疫苗 可是他们却对某一些品牌的疫苗 并不是那么的信任 可能有一些顾忌 所以若是你能够让人民自行的选择的话 基本上他就可以抛开那个故意 假如我比较对于辉瑞疫苗 比较有信心的话 那么我就选择辉瑞 假如我是对于科兴疫苗 比较有信心 那我就选择科兴 就是这样子的状况 可是如果让民众去选择 他想要接种疫苗种类的话 会不会有一些反效果 或者是有哪一些坏处吗 比较可能会出现的 就是货源方面 因为我们现阶段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就是疫苗的货源 暂时来说可能不太充足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 就是明显地了解到 到底有多少人 是想要接种哪一种疫苗 所以变成你没有办法去衡量 我们马来西亚到底要 在哪一种品牌的疫苗 你需要进多少货 这个是比较难断定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在对不同的接种中心 你可能就要 就需要特别的处理 因为你不同的疫苗 你储存方式也不同 所以这一些都是 需要面对的问题 但是我就觉得这些问题 基本上是可以被处理 因为技术上的问题 基本上是可以被处理的 当然前提就是我们必须要 每一种疫苗的货源 都需要充足 那因为之前也是有看到 好像一些私人医院 他们就想说 想要自己去买这个疫苗 然后来提供这个服务 让民众去接种 你觉得这个方案 会不会也会间接提高民众 去接种疫苗的意愿呢 当然了 因为我在平常看诊的时候 也是有蛮多病人 他都会询问 就是什么时候政府会开放 让人民自愿的付费 来接种疫苗 这个项题 其实政府应该慎重地去考虑 因为其实真的是蛮多人 想要付费去接种疫苗的 因为他们想要比较快 可是若是这个模式 能够真的推出的话 它的前提是不影响 免费接种疫苗的那些群体 因为现阶段政府就是说 因为在疫情之下 所有人民接种疫苗 都是属于免费的 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为 有付费的去接种疫苗 而导致要免费接种疫苗的人 他们面对缺货的问题 这样子就不好 所以回到最重要的问题 还是你需要有一个 就是充足的货源 这确实也是目前政府 所面对的一个大状况 对 好嘞 今天谢谢吴医生 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你 好谢谢 刚刚吴亦平医生也谈到 让民众选择自己想要接种疫苗的 可能性之扣呢 今天有看到大马斯人医院协会 APHM主席古吉星提出一样的建议 他指出有鉴于政府是以先到先的方式 开放让公众登记 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并且现在取得成功了 因此政府应该以同样的方式 开放到其他疫苗 比如说辉瑞或者是科兴疫苗 让人民公开登记 他也认为官病疫苗供应特别委员会 可以根据疫苗的库存来严格监控 确保不会损害任何弱势群体的权益 至于临时疫苗接种中心的话呢 他有建议 可以由私人医院来进行啊 那古吉星就说到 一旦公众对疫苗有信心 选择提早接种 那其实就可以停止那些猜测 还有那些假消息传播了 那接着呢 我们转看 就是关于男老师以强暴来开玩笑的这个风波 因为揭发老师不当行为的17岁女中学生爱因呢 她昨天就跟公正党主席安华 还有就是政治漫画家祖娜 主讲一场线上的论坛 他们就有提到啊 其实议员们也在国会那边发表性别歧视的言论 那祖娜就说到 当这样的一个玩笑在校园内变成常态的时候 最终就会在国会也看到类似的玩笑 那爱因她就认为说 这也是教育系统的失败 因为太过注重学术的表现 就没有关心学生的品德 还有这个态度的问题 因此她就觉得啊 学校应该教育学生关于强暴玩笑的错误 避免他们长大成人之后进入社会 就是依然拿这个事情来开玩笑 就像是那一位男老师那样 那安华是非常认同这一个东西的 就谴责说就是国会自己也没有很认真看待 这些不当言论 在过去 我们会不时看到国会啊 就传出对女性的这个议员 有出做出一些不敬或是冒犯的言论 就比方说在去年 巫统华林区的国会议员阿都阿兹 就嘲讽行动党巴都郊湾区国会议员 卡斯杜利太黑需要擦粉等等这样的话 这是这些一点都不好笑 爱因其实也有透露 涉及以强暴开玩笑的老师 目前是还没有受到对付 还是有在有关学校任教的 那针对就有人指责她 她将这个问题给政治化了 爱因则回应表示 这跟政治没有关系 而是跟所有人有关 她说当学生觉得学校不安全的时候呢 成人就应该要联合起来 帮助他们这些孩子 那说到这个老师 以强暴开玩笑掀起风波后呢 媒体还揭露 有学校老师检查女生的月经 那这些性骚扰的问题 浮出台面之后呢 全国校园出走日联盟 就号召学生或老师 用不同的形式来抗议 像是罢课啊 或者是罢一堂一节课等等的 要谴责这种性骚扰 他们要表达这种立场 而对此呢 时事评论员 郑志健今天早上 也有在时事100度的单元 来点评了 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很多人认为这种 所谓教室拿强暴开玩笑 说我们不用去巴克 我们不用去抗议 是他们认为是个别例子 但我们不要忘记 爱因乎尼莎 所说的那个例子 当那个老师 一拿出那个强暴开玩笑来说 那时候即刻引然 整个教室哄堂大小 所以我们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学校的问题 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而且事后他切发了这个丑闻之后 爱因自己本身也承认 他也受到很多男同学的霸凌 或是要强暴他 OK 我们加上之前 所谓的校方检查学生月经的丑闻之后 我们正面临着这个 其实是一个校园 对性别认知 或者对性别概念 不懂的一个结构性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拿这个 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的话 而且学生如果觉得有必要 要发生的话 他们16、17岁还没有可以投票 他们在这个民主体制里面 所做的东西的确不多 因为他们不可能罢工 白灾或者什么东西 所以唯一最有效的东西 他们是问为他们是霸克 所以他们那个所谓的 National School Walkout Day Alliance 我们叫它一日霸克联盟吧 这个所提出的五个诉求 全都是要学校去正视这种 对性别课题不敏感 或者说有性别启示的成分的东西 把它全部在校内或者校外也要废除了 可以看到在其他西方国家 例如在Europe或者例如在英国的话 你会看到有一些学生 为什么他们会对环境的议题 这么着重的 是因为他们觉得环境议题 最大的受害者是年轻人 因为他们要继承这个地球的下一代人 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因为环境的议题 而主张去霸克 所以我觉得霸克这个字 字眼有给人一个错觉 就是说我们要跟老师对着干 不是 我们是要正视这个是所谓这个学校 这种所谓保守性别主义的 结构性问题去把它对阵下一样 这个就是时事评论员政治见 今天早上的一番评论了 现在VOTE 现在VOTE来问你 私人医院协会建议开放让公众选择 要施打的疫苗品牌 你怎么看 我最后再确认多一次 因为其实我还是有一点惊讶 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怎么了 你猜到吗 不是应该都认同吧 等了83%的朋友是认同的 因为他们觉得自由选择 可以加速疫苗的接种 有17%的朋友不认同 就担心说疫苗的分配 会受到影响的 因为有了一个成功例子 大家好像就变得很有信心 在这部分了 Q&1就是说认同部分了 他觉得有些疫苗 是要苛刻的那种运输过程 像是辉瑞疫苗 一旦解冻也没办法再度冷冻 所以他觉得一瓶都不能浪费 他觉得现在这个接种计划 两季都是同样的牌子 政策不像一些国家可以混搭 所以他觉得疫苗分派会很混乱 那他还觉得 就是你就选择那一款就好 OK那看到Kendrick呢 他就觉得说没有必要的 他觉得现在疫苗供应很吃紧 然后现在是有什么疫苗 就先打什么了 达到全体免疫比较取迹 就不要选择什么品牌了 好多朋友都是为了要达到 全体免疫觉得 应该要认同这样的一个政策了 那当然这个部分呢 是一个建议而已 不知道政府会不会去研究 我们就等之后 像是凯里亚会不会做出相关的回应了 好了 今天新闻线到这边 我是冠贤 我是湘君 也提醒你 等一下八点钟 我们会有一个台庆夜的直播 你守着电台 或者是Facebook Live 都可以直接 跟我们一起参与这场盛况 守着酒吧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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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